成峰2023第一次公演还没开始 网上已经流传开一公和二公的内定淘汰名单 吴倩榜上有名 可谁也没想到 一公舞台上 吴倩和Ella、张嘉妮 支付一起上演的越南神曲叮叮当当拿下全场最高分 成了目前最受欢迎的一组姐姐 单论唱跳水平 她们不是最强的 但她们的舞台堪称全场颜值最高 可爱欢乐的氛围感最有女团们 回想第一期节目里 Ella带队组团时孤注一致地邀请并不情愿加入的吴倩 当时很多人都看不懂 Ella先把出舞台唱跳剧家的越南姐姐支付拿下 第二个就邀请吴倩 原本吴倩披着块毯子 色索在角落里都睡着了 打定主意不进任何唱跳组 对点名那一刻 她活像被伤害过的小动物 下意识做出了紧张的动作 眼神躲闪 如果不是Ella的邀请特别诚挚 深厚的李莎名字使劲替她喊愿意 看得出吴倩本意是拒绝的 吴倩犹豫也正常 唱歌和跳舞她都不擅长 她的出舞台很讨巧 打扮成迪士尼公主表演了一幕音乐剧 满场转圈圈 装扮和审态都很有记点 但只拿到298的及格分 而Ella可是拿到852分排名第一的姐姐 这就好比一个躺平的学渣突然被拉进学霸组 任谁都会有压力 让人看不懂的是 吴倩犹豫 可Ella竟然比她还紧张 作为解SHE组合成员 Ella对舞台表演信心十足 她和知福两人已经保证了强大的基本盘 就算要找甜美可爱挂的姐姐锦上添花 跃跃欲试的张佳妮和李莎名字都符合条件 吴倩显然是做好一轮有准备的 节目组对离婚姐姐的用意在明显不过 经常对切吴倩和张佳妮的镜头 两人合体就给大特写 剧本已经写好 他们是离婚独美组 使去使刘全靠个人悟性了 这一点张佳妮是领会到的 她在节目离美出了新境界 明艳照人 自信大方 唱着在这个宇宙我是独一无二 没人能取代 同时撂下话 姐姐是来搞事业的 吴倩则完全是另一幅画风 一举一动都会在弹幕里激起满屏的心疼 有人心疼她的自卑 心疼她没勇气 心疼她眼睛里没了光 挨其不幸 怒其不争 一通感慨失败的婚姻对女孩伤害有多大 她被网友脑补了被婚姻PUA 四年都没走出情商的剧本后 比张佳妮重生的扭呼噜是更戳人 恐怕节目组也没想到 吴倩成了话题爆款 大家忘不了曾经的吴倩 偶像剧里的白月光 电视剧何以生肖莫里 她饰演的大学时代赵莫生灵动逼人 以至于颜值全盛时期的唐烟 饰演成年版赵莫生一出场就来骂 陆寒和古丽娜扎主演的《古我剧则天际》里 吴倩演《女二号》落了 精灵蒙昧的样子比大美女鼓励那扎更讨人喜欢 自初到起 吴倩一路星图顺遂 18岁 就读武汉大学艺术系 是五大小花 20岁 被饶雪曼清选为书母 21岁 签约经济公司画册 很快从女配演到女主 可被祖师爷追着喂饭的吴倩事业心马马虎虎 拍戏时片场 酒店两点一线感觉和上学差不多 戏外不上综艺 不朝CP 甚至在采访中表示 当演员只是为了尽早实现财务自由 有能力让自己想休息就休息 事业上不争不抢的吴倩对爱情婚姻充满期待 说自己15岁时的愿望就是嫁给爱的人 当一名全职家庭主妇 说她是恋爱恼一点不夸张 她对爱情的想法相当梦幻 采访时她说 爱情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 爱情才能陪你走一辈子 如果没有爱情 那么人生就会很枯燥乏味 这我无法接受 26岁那年 吴倩的爱情来了 她和张雨剑主演的 《我只喜欢你》成为当年的黑马剧 两年后 两人被传疑似隐婚 吴倩没有回应 张雨剑则在综艺节目里继续营销单身人设 随后 吴倩带孩子出门的照片被狗仔发布全网 张雨剑这才发微博承认已婚 全文中之字未提吴倩 执意孩子他妈代称 惹怒了网友 都替吴倩不值 自此 张雨剑拿了家男人设 吴倩的婚姻被全网唱衰 女儿不到一岁 吴倩付出拍戏 眼窝深陷的憔悴模样被指责颜值大跌 身材走样 灵气不在 2022年2月14日 甜甜蜜蜜的一天塞进一条吴倩官宣离婚的微博热搜 据网友推算 吴倩的婚姻仅维系了11个月 自离婚那一刻起 吴倩就拿了离婚对女人伤害有多大的人设 脸上流失的胶原蛋白成了为爱而伤 日渐憔悴的佐证 尽管她付出后不在乎嘎味 演技大有进步 柯川出演的小角色也都很出彩 可是没人理会 去有风的地方里的沈南星 从得知病情到病逝 只有短短一个月时间 吴倩仅有一级戏份 把女孩走到生死之际的情绪起浮衍到 让观众咎咎不能平复 电影《人生大事》里她演的西西 丈夫老六车祸去世 她捂着肚子筋疲力尽的哀求前男友墨三妹 扑在棺材上看老六在朝墨三妹点头 举了一弓起来眼睛通红的样子 这些细节都很有记忆点 但大家还是为吴倩逝去的少女感惋惜 笃定不管是多精致的妆容也遮掩不住她的嗓 没想到意外的反转这就来了 何成峰2023同期播出的另一档综艺你好 星期六里吴倩表现出了绝对的强势 她先是在游戏里胜负欲过强 输了就甩锅给队友 后来又不愿意配合接受惩罚 对搭档张彬彬说话也毫无顾忌 开口就是 你别说话了我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队友 节目播出后 网友对吴倩的印象180度大逆转 从心疼她眼神里的破碎感直接变成吐槽她 这么强势的性格 难怪会离婚 只能说 比较有可能是吴倩PUA了张雨剑 看吧 我就说这样的女人是会离婚的 可怜也好 强势也罢 反正离婚成了吴倩撕不掉的标签 她在综艺里的表现被竹针分析 所有状态最终都被归因于失败婚姻对女人的伤害有多大 说回艾勒孤注一致地拉吴倩让人看不懂 一战军又会看了一遍吴倩的初舞台 有点明白了 来自台湾的歌手艾勒并不熟悉吴倩 吴倩在初舞台上一亮相 有个镜头给到艾勒 她大呼 好可爱呀 相信就是那一刻的打动 艾勒看到了吴倩的感染力 确定她是组团的不二人选 之后在排练过程中 吴倩很笨拙地学唱跳 艾勒敏锐地发现她特别需要鼓励 于是每次都由衷地夸奖她 成封2023亿功后 吴倩说自己已经恢复到以前70%的状态 很快又可以很自信 很大声地对自己讲谢谢了 艾勒对吴倩的直觉证明 没有离婚滤镜的吴倩也很动人 她无惧向外界袒露最真实的自己 渴望爱情的年纪 全情投入追求 没有畏守畏尾 成为母亲不再灵气 却比从前更努力了 既强势又自卑 虽落寞但坦然 她把自己的A面和B面 统统拿出来世人 只有悉心经营的人设 才会始终如一 所以 现在的吴倩很好 有她的表演事业 有可爱的孩子 以及 有了丰富的生活领悟 这些都将是她演技进步的基石 少女感破碎了又如何 人生一成又一成的风景 能有勇气全部面对 才是最值得庆幸的事 看到吴倩 你会相信一句话 没有错误的转弯 只有意想不到的路 我用了想不到的路 别继续 如同 园 未来